老规矩先检查队友分成 头顶上戴着个海神修罗神的镖 哎呦还有这木人套装记得是好几年前的龙虎争霸主题兵分不给香的 所以说明这位选手应该玩了至少七八赛季了不是新玩家 他名字额这啥呀他喵的真的难道本居牛逼选手了 本尊就问问整个长岛能有几个人认识 他喵的不是本居牛逼选手没文化 而是这位木套人选手的名字太能装逼了 肯定是故意取这么难用的名字装逼用的 正经香肠人谁会吃饱了没事取这个名字呀 所以第一波目测这应该是位大师装逼选手 应该是有点实力但不多 不错不错打法倒是很稳健的舍不得出去 不知道是不是想寻求本居牛逼选手的庇护 哎呀怎么的是怎么这么快就光速白给了 或许是本居牛逼选手第一波目测失误 这装逼选手段位应该不是大师 装逼哥时得太没实力了段位应该是在钻石左右 好好好没看到本居牛逼选手正在理性分析了搞偷袭是吧 喵的咪的这把本居牛逼选手要发挥牛逼之力了 必须把对面小卡拉米吊打 来来来这位钻石木头人装逼选手 给你一个给本尊染皮肤的机会 奥康不错不错恭喜你通过了本尊的考验 作为长导牛逼及大佬 居牛逼选手作为对你的馈赠 这把保证带你起飞懂不懂 来来来你继续光速白给没事 本尊无敌你随意 你左边发起进攻那本居牛逼逼逼 就右边发起猛攻 到时候直接我们一个左右夹击 把他们打给他妈妈 哎呀我逃脱波有脏东西 对面选手站着不动 虎苗肯定拉到满级了 本尊纯属失误而已懂不 放弃吧 钻石装逼逼逼逼逼逼 我们火速下一把 你要是能打过本居牛逼逼逼 直接原地制奥利给给 哦靠 现在比分0比2 没有关系 一切尽在本居牛逼逼逼逼逼的掌握之中 哎呦几个意思 往本居牛逼逼逼逼脸上扬血球 这是怪上本居牛逼逼逼逼的事吗 果然钻石就是钻石 一点都不了解本长导牛逼 及大佬菊牛逼逼逼逼逼的格局 欢个傻呀 既然本居牛逼逼逼逼逼 说带你飞了 那肯定这把会带你飞 不存在输的 本居牛逼逼逼逼 话就放在这了 这把要是代步飞 看吧这不就是轻松解决了一个小卡拉米了吗 没看到他都畏惧本尊了一动都不敢动了 这不稳了吗 你看再赢两把就直接取得胜利 来来来本居牛逼逼逼逼逼逼逼 从不说大话 说带你赢就带你赢 说吃奥利给给就吃奥利给给 直接发起猛攻张建本尊的牛逼之力 冲啊 不是装逼哥你是真能白给啊 本居牛逼逼逼逼刚准备发个长导最高利益你就没了 好好好 压力又给到了本居牛逼逼逼逼逼上了是吧 那就来吧 看本居牛逼逼逼逼逼逼直接一穿二 小伙子只要你敢露一下 试试看看本居牛逼逼逼逼 怎么把你打得你妈妈都不认识 OK说吧不会再有意外了 还有另一名碰到本居牛逼不敢动的小卡拉米是吧 这把看看你还敢不敢动 敢动一下直接把你的奥利给给打出来 不错不错 看样子已经完全畏惧本居牛逼逼逼逼 说不动就不动 那本居牛逼逼逼逼逼逼直接赏赐你一个全补吧 哎呀我去怎么没了 怎么可是就这么不想让本居牛逼逼逼逼逼是吧 本居牛逼逼逼逼逼逼大胆的猜测一波应该是遁地了 真服了要堵死了都不让本尊全部几个意思啊 好好好目前比分2比2最后一把了 本居牛逼逼逼逼逼直接高兴地发起场导最高利 表示向装逼哥致敬 没啥实力水飄你的雷是这么放的啊 要跟着本居牛逼逼逼逼啊 优惠还狗家是吧 本局牛逼选手最喜欢打狗家选手了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你死 直接把你的奥力给给给打出来给本身购下 哦靠不愧是本局牛逼选手啊 说带飞就带飞